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成组朱棣继位后国力日增 为了树立明朝在海外的威望 恢复同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 建立友好的关系 明成组决定派郑和率领船队远赴西洋 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 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 访问了多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下西洋的时间之长 规模之大 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郑和船队在出海远航之时 磨难重重 意外不断 但他们却凭借着自己非凡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 陆力同心 各展所长 共同书写下了一段中华儿女的航海传奇 他们的壮举对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郑和之所以能够成功七次下西洋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段海上传奇故事 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 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乘风破浪五千年 今天播出第21集 郑和夏夕阳 明朝永乐三年 也就是公元1405年的夏天 在福建省长乐的太平港 出现了一番从未有过的景象 一艘艘装实一新的大型的船舶 还有各式各样的中小海船 分别从南京的宝船厂 还有泰仓的刘家港 都赶到了长乐太平港 汇集到这里 一时间是整个港内啊 翻墙凌厉 惊奇招战 不久呢 一直有200多艘海船 组成的庞大的船队 扬帆启航 逐鹿相接 就驶出了闽江口 驶向了大海 那么这支船队 究竟有什么来头呢 它又要驶向哪里去呢 原来啊 这支船队 就是文明后世的郑和船队 它肩负着皇帝的和平使命 重载着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 这样一种梦想 驶向了海外 从这以后呢 在28年的时间当中 郑和船队 有先后六次下西洋 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这些国家和地区 进行了广泛密切的交流 建立了亚非之间的和平秩序 从郑和船队 驶出长乐太平港的那一刻开始 就注定了郑和下西洋 是一段非凡的航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郑和船队中啊 包含着四个非凡的方面 正是这四个非凡的方面 成就了郑和下西洋的非凡 那么这四个非凡的方面 都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第一个方面 就是非凡的统帅 在郑和使团中啊 有一个统帅集团 这个统帅集团 包含着一批航海家 外交家和军事家 当然毫无疑问 在这个统帅团队中 他的核心人物 那就是郑和 郑和呢 进入了燕王府中 服役 燕王朱棣啊 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藩王 郑和在他身边 不仅使得自己 有很深的文化修养 而且还学会了领兵打仗 成长为一个人才啊 朱棣对他非常重视 在建文元年 朱棣发动了惊难之意 郑和跟随着朱棣 转战南北 利诱战功 所以朱棣当了皇帝之后啊 就重用了郑和 赐给郑和一郑姓 原来郑和姓马呀 同时呢 任命他为内官舰太监 到了永乐三年的时候啊 也就是1405年的时候 朱棣呢 有任命郑和为总兵太监 让他率领着庞大的船队 七下西洋 那么在这七下西洋的过程中 郑和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啊 在外交 军事航海各个方面 表现的都很突出 那么这里呢 我仅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郑和呀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 他的能力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 到达了爪哇国 这个爪哇国呢 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爪哇国啊 当时是由两个王来管理的 共同管理 一个东王 一个西王 而这两个王呢 经常为了争夺利益 争夺地盘 而发生摩擦 经常产生摩擦产生争斗 这一次当郑和到来的时候啊 西王和东王又发生摩擦了 这次摩擦规模非常大 双方动用了各自的主力军队 展开了战争 交战的结果是 西王打败了东王 不仅占领了东王的地盘 而且呢 把东王给杀死了 那么对于这样一场战事 郑和到来的时候啊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郑和使团的官兵呢 还是上了岸 那么上岸的这个地方呢 是原来东王的这个地域 东王的地盘 这些官兵们上岸以后 就跟当地的老百姓 展开了经济交流 也就开始做买卖了 正当双方在进行认真交换的时候啊 西王的军队突然就杀了过来 不问青红皂白 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官兵 打开杀戒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啊 震动了整个郑和船队 大家是义愤填膺啊 郑和第一次下信仰 就遇到了这么严重 这么棘手的问题啊 面临着一场考验 可是郑和呢 经过了冷静思考以后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方面 他通过外交途径 想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呢 他又挑选了一部分船舶 展开了一个庞大的证实 来震慑西王的军队 以防新的杀戮再发生 郑和的这个措施啊 果然奏效了 西王立刻感谢到 他闯下了大祸 马上派人向郑和认错 同时派出使节到中国来 向明朝的皇帝谢罪 经过交涉以后啊 明成族朱棣 心胸很宽阔 就勒令他 要抚恤那些死难官兵的家属 这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可以试想 如果郑和在当时啊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贸然动武的话 也可能一时解了这个心头之恨 但是造成的局势啊 将不可收拾 这也不是下西洋的指导方针啊 明成族富裕的和平使命 也无法完成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 郑和在处理国际事务中 他有非常强的能力 在统帅集团当中啊 除了郑和以外 还有一批外交家 航海家 比如说王景洪 侯显 洪宝 那么这些人都是啊 能力都非常强 比如郑氏太监王景洪 单独处理了大量的事务 为郑和下想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非凡 非凡的统帅 那么第二个非凡呢 就是非凡的团队 郑和使团是一个庞大 而有秩序的团队 每次出海 有两万七千多人 除了团队中的统帅之外 还有协助统帅的 这些辅佐人员 比如说有翻译 有老师 还有专门从事技术工作的 专业人员 包括阴阳关 也就是从事海上 海矿预报的这些人 还包括了一官一事 还有负责驾驶船舶 维修船舶的技术人员 还有水手 还有各种工匠 还有一批人员 就是从事杂役的 服务人员 包括办事员 采购员 另外呢 还有从事作战 搬运货物 战风斗浪 采药 这样的武装部队 那么这些人员 都是从各行各业当中 挑选出来的优秀人才 比如说在技术人员中 我们说一官一事 这部分人呢 一些是从民间 挑选出来的优秀的大夫 另一些呢 来自于宫廷中的太医院 水平都很高 再比如说 在武装部队当中 还有来自锦衣卫的人 锦衣卫大家都知道 他是明代专设的 示威皇帝的军事机构 也就是说 他是皇帝的贴身卫队 锦衣卫出来的人 不仅武艺高强 而且非常的忠诚 一个叫刘一柱的 锦衣卫的军官 他在下西洋中的事迹 非常感人 这位刘一柱啊 从今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 两次参加了大规模的战斗 立武战功 并且回国以后 都得到了奖赏和提拔 但是在最后一次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时候 回国的时候 手足都患了疾病 最后残疾了 那么这位刘一柱啊 把自己的青春年华 完全献给了下西洋的事业 像刘一柱这样的人啊 这样的军官 在正和团队当中还有啊 拒不完全统计 当时跟随正和下西洋的军官 有168名 其中在下西洋之前 来自锦衣卫 还有那些下西洋以后 因为立功而进入锦衣卫的这些军官 就占到了46人 比例非常高 那么这些人员 在正和团队当中 除了保证统帅的安全之外 也参加战斗 武装部队中的其他官兵 也都是从各个卫所 挑选出来的优秀军人 他们不仅特别会打仗 而且呢 还善于完成那些 极难险重的任务 我这里也举个例子 有一座荒山 叫九州山 这座荒山上 满山遍野都是中草药 当正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时候 路过这里 发现了山上有中草药之后 就感觉到这些中草药 可以用来防病治病啊 于是就命令官兵上山采药 可是这座九州山啊 虽然长满了中草药 但是他的山势非常险峻 到处是悬崖峭壁啊 就连当地常年在这里采药的那些采药人啊 有些地方他也不敢去 可是正和团队的官兵接到命令之后啊 毫不犹豫就进山了 结果他们在山中采药的表现啊 令当地的采药人感到雾灯口袋 这些官兵们 攀爬在悬崖峭壁上 就像蛟龙驾云一般 行走在山间小路上 就像兔子老虎那样如履平地啊 所以通过这些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 正和团队啊 是一个团结 忠诚 能克服一切困难的优秀团队 正和七次下西洋 之所以都能够成功 与正和领导的非凡团队 有密切关系 这个人才济济的团队 在正和下西洋的过程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除了这个强大的团队以外 先进的船舶 也是成就正和下西洋 壮具的关键因素之一 正和下西洋乘坐的船舶 叫宝船 采用了明朝当时最先进的造船技术 宝船的体积之大 结构之复杂 无不令现代人惊叹 那么正和乘坐的宝船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些宝船又有哪些特殊的功能呢 那么第三个非凡呢 就是非凡的宝船 正和船队的主力船舶 就是大中型的宝船 因为明成族朱棣啊 对下西洋高度重视 所以在建造宝船的时候 他动用了国内最先进的造船技术 首先 正和宝船的船型 被确定为辅船 什么叫辅船呢 就是宋代以后啊 福建省建造的海船 就叫做辅船 到了明代的时候啊 辅船的船型的发展 已经非常成熟了 这种船型啊 它方头 阔尾 尖底 非常适合在海上航行 那么为了使这种船型 更加适合远洋航行呢 正和王景洪 这些航海家们 把这种船的长宽比例啊 定在了2.5比1 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个长房型的 这样一个形状 就像一个火柴盒 是在这样一个形状 为什么要定在这样一个形状呢 因为古代的船舶 都是用木头做成的 如果木船 做得过于狭长的话 遇到了恶劣的天气 遇到了风暴 很容易从中间断裂 再说了 狭长的船型啊 它也不稳定啊 很容易轻浮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 所以当时 就把这个船舶 做得很宽大 这样就非常的稳定 适合远洋航行 这是在船型上 其次呢 造船的结构也非常的复杂 正和的宝船 分为四重甲板 由于正和下西洋档案的丢失 直到现在 人们也搞不清 正和宝船内部的详细结构 但是呢 正和宝船的外观 却有明确记载 据记载啊 正和宝船 它的建造非常考究 装饰也很华丽 特别是像正和啊 王景洪 这些统帅们乘坐的 最大的宝船 就像陆地上一座 小巡的帅府 搬到海上一样 非常恢弘 壮观 要造成这么庞大 性能这么先进的大船 必然要动用当时 最先进的造船技术 比如说 部件之间的连接技术 舵杆的安放技术 还有碾缝技术 这些技术啊 一定是古代 水平最高的造船技术 有了先进的造船技术 再配上非常合适的船型 那么庞大 性能先进的宝船 就做成了 所以我们说 宝船 它是中国古代造船史上的 巅峰之作啊 那么有人会说了 正大的宝船 它究竟有多大 我们来看一看记载 曾经三次跟随 郑和夏西洋的通事 也就是翻译 马欢 他在《营牙圣览》中 有这样的记载 大者长 四十四丈四尺 扩一十八丈 中者长三十七丈 扩一十五丈 这个尺寸是一个 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它换算成米 大家就明白了 当然 换算成米 我们要用明代的尺子来换算 在南京宝船厂出土的明代官尺 一尺的长度 是零点三一三米 按照这个长度来换算的话 大型的宝船 它的长度是一百三十九米 宽呢 大约是五十六米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规模是非常宏大的 这就意味着 在郑和宝船的上甲板 可以放得下一个 现代标准足球场 这是多么恢弘的一个 一个规模呀 这种大船的排水量 据我们现在评估 应该是在五千到一万吨之间 当然马桓的这一记载 后来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直到今天 有人就认为 单靠古代中国的造船技术 不可能造出这么大的木质船来 马桓在 营亚圣览中的记载 他是为了炫耀 郑和下乡的业绩 而故意夸大的 所以不可靠 这是一种观点 但是绝大多数的学者 都认为 马桓的记载是可靠 为什么呢 特别是近几年 随着考古的发现 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 马桓这个记载 他是真实可信的 比如在2010年的6月 江苏省南京市的郊区 祖唐山的南路 曾经就发现了一座墓葬 这座墓葬 就是多次跟随郑和下乡的 红堡的墓葬 在墓葬里 发现了一束藏名 兽藏名上明确的记载 郑和最大的宝葬 是五千料的巨钵 五千料的巨大的船舶 这里出现一个料的概念 这个料是怎么回事呢 料 它是古代衡量船舶等级的一个单位 最初的时候 这个料是指建造船舶 所需要的木料的多少 也可能是指重量的多少 后来呢 就逐渐地远化成了 分别船舶等级的一个单位 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 排水量吨 这样一个单位 那五千料巨钵 能不能达到马欢所记载的 长四十四丈四尺 宽十八丈的这样一个尺寸呢 我们还可以找证据 在南京啊 明代的时候 还有一座著名的船厂 叫龙江船厂 龙江船厂质中 就记载了 四百料站座船的 长宽尺寸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尺寸是多少 它长是六丈 和十九米 宽一丈六尺 和大约五米 大家也知道 这是四百料的站座船 按照这样一个数据 我们往前推算的话 五千料 巨钵 达到长度 一百三十九米 宽五十六米 是毫不奇怪的 排水量在五千吨 到一万吨之间的大船 无疑是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船舶了 哥伦布 大家马 麦哲伦 这些航海家们 所驾驶的船舶 最大的也只有二三百吨 小的只有几十吨呢 从今研究正和下西洋 十四年的 有一位英国的退役军官 叫加文·孟希斯 他曾经说过 他说和中国巨大的船舶相比较 麦哲伦的船 就像一个玩具 我想这个比喻 毫不夸张 正和宝船 无疑是世界造船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非凡 非凡的宝船 中国古人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 在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古人不仅建造了适合远洋航行的先进船舶 更是研究出了一套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航海技术 而这些航海技术 似东方最耀眼的星辰 照亮了华夏儿女出海远航的未知之路 那么正和下西洋所采用的航海技术有哪些呢 这些航海技术又包含了中国古人的哪些智慧呢 我们看第四个非凡 就是非凡的航海技术 在每一艘正和宝船中啊 都有一个舱室 叫做真房 所谓真房 就是指挥航海的一个航海史啊 也是火掌工作的地方 火掌也叫舟师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船长 他工作的场所叫真房 我们可以看看真房里 他所安放的仪器和工具 就知道当时正和下西洋的时候 他采用的是什么样的航海技术了 在真房当中 一般情况下 是在真房的中央 要设一个固定的平台 平台上要安放着指南扶针 也叫做水螺盘 安放在中间 在真房的一侧 有一个专门的架子 架子上呢 放着一副或者两副千星板 在另一侧的柜子里 还要放上航海图 针路布等这样一些资料 同时呢 在真房里还专门拿出一块地方 要点燃香火 燃香即时 计算时间的 还在一些角落里 还要放着测量水深的绳子 等等 这样一些仪器和工具 那我们说 真房里面的这些仪器和工具 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还要从我们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 开始说起 从春秋战国开始 我们中国人就开始了在海上 大规模的海上活动 有了这些活动 这些明确的航海技术就产生了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这些航海技术啊 不断的完善和成熟 一艘船舶舶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 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航海技术 比如 戒风使舵的技术 测距测速的技术 还有定向定位技术 那么在这所有的技术中 最为核心 最为重要的技术 应该是定向定位技术 所谓定向啊 就是在航海过程中 确定船的方向的技术 所谓定位 就是在茫茫大海上 确定船舶的位置的技术 如果不解决航行中的定向定位问题 就会迷航啊 迷航以后非常危险 轻则完不胜航海任务 重则就会传毁人亡 所以自从我们中国人涉足海洋之后 就高度重视定向定位问题 在漫长的实践中 就认识到了天体的运动规律 从而发明了 借助于天体星辰 进行定向定位的天文航海技术 同时呢 又把指南针应于航海 认识到地物地标 与航船之间的关系 发明了地文航海技术 与此同时呢 又发现这两种技术啊 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在航海中 可以综合运用 所以到了宋代 我们看宋代典籍中 就有把这两种航海技术 综合运用的记载 这就是平州可谈当中的记载 周诗是地理 夜则观星 昼则观日 阴会观指南针 周诗啊 就是船长 船长在识别地理的时候啊 到了晚上的时候看星星 白天看太阳 如果阴天 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 那么就看指南针 我们看看 这就是天文和地文航海技术 综合运用的一种方法 在正合宝船中 针房里的这些工具啊 正式体现了 这两种航海技术的结合 比如说 千星版 那就是用于天文航海技术的 指南符针 就是用于地文航海技术 关于这一点呢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这就是正合航海图当中的标示 正合在第六次下西洋回来之后啊 就组织人力 编写了一张正合航海图 今天我们在研究这幅正合航海图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整个船队啊 从南京的龙江关出发 一直到非洲的海岸 这一条航线 它分成了两个阶段来标示 从南京的龙江关 到苏门达拉岛的北端 作为这段航程的前半段 它标示的船的位置和方向呢 是用罗盘针路来表示 所谓罗盘针路啊 就是靠罗盘的指针来确定的航路 叫罗盘针路 前半段 只用罗盘针路来标示 这就说明 用的是地文航海技术 从苏门达拉岛的北端 一直到非洲海岸 这是后半段 在这后半段当中呢 既有罗盘针路的标示 又有过阳千星术的标示 所谓的过阳千星术啊 就是通过计算海平面 和星辰之间的高度 也叫夹角 来确定船的方向 和位置的一种航海的方法 这属于天文航海技术 所以我们看在后半段 又出现了既有地文航海技术 又有天文航海技术的标示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开始啊 人们对这个问题很不理解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后来经过认真深入的研究 人们才发现了其中的奥妙 这里面有什么奥妙呢 从南京的龙江关 一直到苏门答腊的 这个岛的北端 这条航线呢 岛屿众多 地标地物啊 非常清晰 并且这段航路 像郑和啊 这些航海家们都比较熟悉 所以仅用地文航海技术 就可以解决问题啊 没有必要再使用那非常复杂的天文航海技术 像过阳千兴树这样的技术 没有必要了 可是从苏门答腊北端 进入印度洋以后啊 面对的都是豪瀚的大海 岛屿越来越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仅仅用罗盘真路 来确定方向和位置的话 就已经不够了 所以必须配合于过阳千兴树 来测定方向和位置 这就是一条完整的航线 分成两个阶段的根本原因 所以从这一点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 郑和王景洪这些航海家们 在航海过程中 能够熟练地根据实际情况 来运用航海技术 所以他们不愧是伟大的航海家 这就是第四个非凡 非凡的航海技术 几千年来 中华民族探索大海的脚步 从未停歇 大海虽然充满了惊险和挑战 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 他们与惊险为伴 与挑战共存 他们英勇无畏 破浪前行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 为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 拨洒了春天的种子 而这些种子到了郑和夏西洋之时 揭出了丰硕的果实 那么郑和船队经历过哪些 让人意想不到的挑战呢 这段非凡的历史对于后世 又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请继续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 第21集郑和夏西洋 以上这四个非凡 决定了郑和夏西洋 一定是一段非凡的航程 但是非凡 并不代表一帆风顺 郑和七夏西洋 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夏西洋过程中 他们所经过的经历 也都是非凡的 这个非凡呢 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在航海中 他们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帮助 比如说到了很多的国家 这些国家非常热情 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比如在苏门达拉 在马拉加 在古里 这些国家呢 都专门拿出地方来 为郑和夏西洋 建设官场和基地 所谓官场就是仓库 为夏西洋的成功提供了保障 但是另一个方面呢 在夏西洋过程中 郑和船队还遭遇了若干的艰难困苦 这些艰难困苦 也是非凡的经历 比如第一次夏西洋 郑和船队就遭遇了海盗 陈祖义的突然袭击啊 在海上打了几个月的仗了 另外呢 遭遇飓风 遭遇恶劣的海况 也是家常便饭 直到今天 在亚非一些国家 依然能够发现 郑和夏西洋时的沉船遗址 另外还有一些疾病的困扰 那么这些非凡的经历 更加彰显了郑和夏西洋的伟大 所以总而言之 讲到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对郑和夏西洋 这段非凡的经历啊 做一个小结了 郑和夏西洋 是中华海洋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情 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郑和夏西洋 是完全意义上的和平行动 它以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 侵下西洋 但是 它在海外 没有占领别国的一寸土地啊 这就说明 一个强盛的中国 是世界不可或缺的 不可替代的和平力量 第二点 郑和夏西洋 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战中与和平 外交与军事 经略海洋 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辩证关系 极大的丰富了 中国古代海防思想 第三个方面 郑和夏西洋 推动了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 增添了新的内容 总而言之一句话 郑和夏西洋的航程 是非凡的 是伟大的 那么在郑和夏西洋之后 又会发生怎样的海上传奇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